上一集啊 我們是講啊 怎麼樣子把植北針啊 植北針啊 把它放在啊 就是把它改變詞集 上一集有沒有講改變詞集 這一集我們講的啊 遠古的觀天象 這個是 好 我們來看啊 不要講觀天象 觀天象啊 這太大了 這個 這個東西啊 太太太多細節啊 太多 他們已經有一套 整套的系統跟體系 好丫頭 那不是你的工作 不用講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是歷史學家 很多人啊 不愛做自己 不喜歡做自己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喜歡東看西看 喜歡看那些 體制上的東西 為什麼放這裡 為什麼這個小東西 這麼小的東西放這裡 一個人啊 如果氣場 各方面 是很好的 是有天命的 你會看清清楚楚啊 周遭的物質啊 以一種啊 超自然的現象 在做 改變 要不要我再講一次 這是個苗 好 每一個東西啊 都有它的位置 每一個東西啊 當你改變它的位置 的時候啊 它的整個氣場都會變 當整個氣場變的時候 整個光都會變 整個氣場變化的時候 你會看見臉上的光輝啊 你會看見臉上的光輝啊 是不一樣的 看清楚 兩年前記不記得丫頭啊 莫名其妙啊 受到很多的這個 水軍的攻擊的時候啊 丫頭看起來啊 那個時候又累又老 又難過又疲憊又難看啊 現在 欸 氣場 又不一樣 背後的光 看一下光怎麼走啊 我們看一下丫頭的光啊 欸 這個有沒有在散 亮啊 這個光都在散啊 會發光是這個意思 家裡頭啊 不要 邀請亂七八糟的人來 對 丫頭啊 以前太好給予了 太喜歡給一些啊 不懂的 尊重的人 有的時候我們人啊 來這個世界上啊 會遇到很多人 來來去去的 有些人珍惜你 有些人就是來這裡 跑來這裡給你上一課 就離開 有時候表示他嘛 你自己沒準備好 或是別人沒準備好 小東西要放哪裡啊 這個要放哪裡啊 每一個東西都有它的位置 當他的位置 當他的位置在他正確的位置 的時候啊 像是什麼 我們有沒有玩過那個 電動遊戲機 你們說的那個 遊戲啊 他位置啊 有的時候很奇怪喔 只要一再正確的地方 有沒有 就可以發工 哈哈哈哈哈哈 以前人啊 有沒有想過發明衛生紙啊 發明衛生紙的這個人啊 他畫的這個 這就叫發工 什麼意思 很多人說啊 王大喜的視頻 很多人很多 尤其是現在的假 通靈者 是真是假 你看這個人啊 在你的生命裡啊 有沒有注意 有沒有讓你更接近神 你就知道他是真還是假 一個真的通靈者啊 一個真的通靈者啊 他會讓你的生命的周遭啊 每樣東西啊 會以奇特的方式 運作 我們俗稱的叫做 超自然現象 這個啊 不應該在這裡啊 物品會說話的喔 物品是會說話的 物品啊 是有意識的 是會流動的 物品是會唱歌的喔 好這邊啊 又有白痴觀眾在那邊講說啊 王大喜是瘋了啊 鬼附身啊 鬼神都分不清楚的人喔 那個叫什麼 好人壞人都分不清楚 什麼東西是對自己好的 有的時候啊 越看越迷失 越看越忙 那叫做 那個啊叫做一種叫 Restless Spirit 聖經裡面有寫 Restless Spirit是誰啊 馬門 他是馬門喔 馬門啊 只是個代稱 不是這個名字 你以為鬼就有一個名字 你以為神就有一個名字啊 神是只有一個唯一的那個聲音 從我們的脊柱的正中央 回到那個源頭那個光點 那只有一個聲音的 聖經今天在講的這個章節啊 以佛所書啊 就是在講這個 他只有一個聲音 那個聲音啊 很清楚的 你不可能聽那個聲音啊 是 哇 斷斷續續的啊 聽不見啊 那那個聲音啊 不會是來自地上的聲音 什麼意思 什麼叫不會來自地上的聲音 不會是你聽了懂的話 但是你會感覺到 你會清清楚楚的知道 而那個知道啊 而那個知道啊 是只有自己跟神之間 獨特的關係 這個啊 獨特的關係的建立啊 我們稱它為 Foundation work Foundation work是什麼 Foundation work是什麼 一個很美很美 一個與神之間 建立關係 去協助他人的一個 很美麗的過程 這個過程啊 你們好像在 放在一個偉大的劇作一樣 物品都會跟你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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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當你周遭的東西啊 物品啊 物品啊 都在正確的位置上的時候啊 都在正確的位置上的時候啊 很奇特的 很奇特的 很奇特的位置 很奇特的位置 有的時候啊 我們要找 那個位置在哪裡 哪裡 是不是有在中間 什麼叫做有在中間啊 什麼叫做 是不是有在中間啊 什麼意思 每一個地方啊 都有他的風水 他的格局 每一個地方啊 都有他的所謂的 twilight zone 音 聽到沒有 打個出來 and the yen twilight zone 音 and the yen 指的是什麼 我們古時候啊 有一本書啊 是寫什麼 叫妙法蓮華經 妙法蓮華經 在講什麼 妙法蓮華經 在講什麼 世界啊 這個造萬象啊 天啊 神啊 造人啊 有沒有 神造人啊 神造萬物啊 其實每一個東西 有他自己的樣子 有他自己的樣子 是什麼意思 都是獨特的 每一個啊 都其實都是很獨特的 都是很獨特的 蛤 找到位置了有沒有 哈哈 都是非常非常獨特的喔 這種獨特啊 這種獨特啊 沒辦法被取代 沒辦法被取代的 這種獨特啊 是一種氣場 氣場是什麼 光影變化的走向 光影變化的走向 我們稱為 twilight zone in and again twilight zone we dissolve the north and south 消天地之間 萬物多於 多出來的餘粒 讓天地 以一種更和諧的方式 生長 就如同 蓮花 一般 蓮花需要什麼 髒泥巴喔 最髒的泥巴 對吧 最髒的泥巴 光 水啊 洗手啊 所以你會看到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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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是什麼意思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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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意思 骨頭的劍 Hab 骨頭的劍 Hab 骨頭的劍 Hab 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呢 神在做掀人的時候喔 好 吹了一口氣 吹了一口氣 可是呢 吹一口氣啊 照女人的時候啊 是怎麼樣啊 就是直接齁 娶男人身上一個肋骨 然後呢 娶了一個肋骨之後 把它放到睡著 再把骨肉縫合起來 有沒有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啊 創造物 妙法蓮華經 創造物 妙法蓮華經 就是神造物的一個過程 有的時候你要找這個東西 應該在哪一個位置 位置會變呢 看到沒有 人家說看風水 看風水啊 就是這樣 有一家這邊啊 有一家店啊 付給丫頭一個tip 要丫頭做一件事 做什麼事啊 他說我們家樓下 開裁縫店 有個鬼 一直不走 丫頭去 把她說啊說啊說啊 把她請走了 請走了 整個風水現在開始動 開始流 到現在 那個裁縫師都還記得丫頭 謝謝 謝謝 給tip 給tip 這裡的人啊 是這樣子的一個文化 會tip你 怎樣tip你 她覺得你啊 做得好 做得正確 她就會很尊重 你會tip 她就會很尊重 你會tip 丫頭第一個拿的tip 到人家看風水 風水是怎麼樣啊 每一個地方住宅都有它的靈 都有它的靈啊 靈魂 我們邀請什麼樣子的靈魂來到我們的這個住宅啊 這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喔 別以為不重要 所以家裡啊 有的時候啊 是自己的聖地 人啊 不要亂請 有些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的喔 不要亂請 不要把這人請來 請錯了 不好 請錯了 請來容易啊 請走難喔 所以家裡風水啊 除了方位 各方面 客觀條件還有主觀條件 一個家的主人住的是誰是會影響的 家的鄰居啊 在哪裡也是有影響的 家啊 是挑 房子啊 其實是選人的 房子是選人的喔 是選主人的喔 一個人啊 氣場要夠 要到了那個狀況 一定要到這麼好啊 這個房子啊 是會呼喚這個主人的 我們現在啊 要不要講 我想一直講 好 呵 這就叫俗稱的鬼附身喔 為什麼剛剛這樣子 很多人以為這個叫鬼附身 不不不不不不不 這是一個叫做運靈魂上行的過程 你會不會跟自己講話 跟自己講話好 還是尋求他人意見好 為什麼亞洲從來不給人意見 我是從來不給人家意見的 我都是用我的生命計時 來跟大家講 我在我的生命裡的挫敗學到了什麼 我在進一步 我在做 我的這個生命的紀錄 創作紀錄 我本來就是個藝術家 我本來就是個藝術家 看清楚 放在這裡 看清楚啊 這個啊 這是一個吹風機 這麼小的動作 是什麼意思 每樣東西 每樣東西 物品都有他的 這個 要去的地方 每樣東西都有他要去的地方 每樣東西都有他的使命 每樣東西都有他應該要放的位置 每一個人 也一樣 其實人是很特別的生命 人啊 其實 真的是 萬物之手 因為人啊 是一個啊 能夠創造這個世界 是很有智慧的 所以要善用我們的智慧 來替天下的人啊 每一個人啊 帶一份光給大家 人生啊 其實就是圓滿了 就是圓滿了 就是圓滿了